平川说电竞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TS地图上 Infei和Limand之间的精彩对抗 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 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的是 蓝色的兽足选手Infei Infei这一局是随机 随机到了兽足 然后他的对手 他的对手是Limand 在地图的左上角 他用的ID是SnowKiss 应该是血缘的一个ID 去年还是前年 Limand和血缘走在了一起 两个电竞圈的元老在一起 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Infei这一边首发的是小Y 可以的小Y 打法稍微的不是他们的正规 然后这边Limand的话 打法比较复古 首发的是恶魔猎手 恶魔猎手一上来 练这个雇佣兵营地 小AC勾了一个闪电盾 练机效率大大提升 打了一个装备 棒棒糖 这个装备非常差 第二个装备 直立加三的衣服 我们看一下小Y 也打了一个棒棒糖 第二个的话 应该是个暗影斗篷 双方运气都一般 不过这个棒棒糖 对于小Y来说 算稍微好一点 好 练完雇佣兵 这个DH过来开始抓小Y 果然暗夜的练机效果 就更快一点 这个小Y碰到DH 有点亏 赶紧把它变掉 否则一吸 这个一马拉蹦 这个小Y就废了一半 那幸好小Y身上 有个棒棒糖 可以用一下 但对方也有棒棒糖 小Y表示心里苦 前期练机都练不了 遇见这个大魔王DH 好 依靠自己的地洞 稍微驱赶一下这个DH DH中文明应该是恶魔猎手 小Y是暗影猎手 双方都是猎手 你敢信 但双方这个对A的这个啊 对A的这个伤害 是吧 不是一个水平的 这DH明显刚过对方不少 好 前期利用这个妖术啊 把这个变掉 还杀了一个黄皮 非常舒服 行 你用前线的商店 稍微补给一下 好 刚好碰见了 里面的买了一个绿皮 加一个小AC 也要站撸吗 这啊 幸好有大部队赶过来 我说这小Y有点膨胀啊 站撸 有这个影声有CD啊 虽然点了影声 但是有一个CD 好像是0.5秒 一秒钟 还是被点掉了 它能不能变 没有蓝 DH回家 喝个井水 立马就满血满蓝 那小Y赶紧练一波级啊 练到三级的小Y 那稍微是吧 没有这么害怕DH了 那DH直接过来抓 能抓到吗 哎 本来完美错过 但还是走过来看一眼 一上来一个麻辣蹦 哎呀 一个麻辣蹦 然后 里面的阿发纳嘎 那 小Y一看到阿发纳嘎出来 赶紧贴个加速 跑啊 是吧 跑啊 兄弟们 我们看 银匪这一边 二发好像也是中立 我看到祭坛现在还没有亮起来 但你还不会二发出来 这一波会不会被对方给打死呀 好 现在点了一个牛头能 刚才迟迟不点 现在点了一个牛头能 好 利用自己的地洞 稍微防守一波 我们看 黄皮过来 应该是满英雄了 所以这个牛头取消了 买了一个大屁股 大屁股这个伤害 后期这个分裂伤害 非常不错 哎呀 小Y 小Y血很少了 小Y 小Y要教TP吗 二级小Y 还是要教一下的 教一下 看一下TP到哪个点 好 TP到这个点还可以 赶紧去补给一波啊 大屁股刚才一直没有过来 还去练了一波小点 你敢信 好 一级技能升的是分裂 哇 这个伤害 画面效果很不错啊 还有这个绿色的镜射效果 据说重置版这个大屁股更好看 好 上来补给一下 把这个加三的指环 给大屁股 大屁股要的就是护甲和力量 只要护甲起来了 是把血量起来了 那就相当无敌 后期 一个人可以打对方一对兵 好 现在双方 像约好了一样 分别都论了一下自己的分框 练完分框 看一下谁先放下这个框盖子 好 哇 这个DH一上来打了一个加九的攻击之爪 你敢信 大屁股也一样 我就说了 这地图现在是完全公平了 你打啥 我打啥 那大屁股打这个攻击之爪 和力量只打攻击之爪 感觉都是很强的呀 又打了一个加三的指环 又肉又有伤害 那后期效果 看起来这个团战效果会非常的好看 看英飞 首先放下了分框 暗夜精灵倒是稍微有些扭捏 现在还没有 暗夜精灵现在直接升三本 升三本 出风格 难道要吹风流吗 我们拭目以待啊 风格一出 给天下我有 现在大屁股升到了二级 小Y升到了三级 小Y三级基本就够了呀 接下来要单练一下大屁股 大屁股升到三级的话 二级分裂斩 那这个 爆炸效果 好 现在 哎 现在暗夜迟迟没有放下分框啊 现在 把钱都投入到了科技和装备 当中 DH带球过来了 DH带球过来了 哎 这个什么装备啊 一个雪石非常不错 买了两个绿皮 两个绿皮 配合这个风德 要上一下精灵之火 精灵之火 减四的护甲 好 一个网 一个绿皮要带走了 还有一个吼 这个吼可以减伤 哎 当然自己的黄皮 好像稍微的有些小冲动 哎 走到大哥前面去了 被对方给带走了 好 这边又围杀一个 但是对方 直接一个保存 哎 那这一波打下来 双方算是一个五五开吧 吕曼的这边继续出风德 然后 因为这边想练一波级 但是对方 好像不给自己机会啊 直接冲了过来 这风德 放上精灵之火 减个护甲蓝和DH输出 这个伤害真的是有点高啊 好 一上来 看能不能把分框给打掉 但是这个大屁股冲了上来 按一个精灵赶紧拉一下位置 好 吹风流 磊了磊了 这个是吹风流的一个变形啊 吹风流 这三发的是 地金须补降 原来一般的吹风流 二发应该是 是吧 二发应该是这个这个 兽王 好 双方一波打下来 还是大屁股比较猛 大屁股顶起了无敌 然后在后面各种输出啊 不怕 大屁股身上还有一个雪石 雪石 关键是分框造起来了呀 这个水泥塔一起来 风得 拿它就没办法 好 小歪补给一波 是吧 奶一下 然后让这个深渊领主往前冲 然后出了一些猎头者 猎头者 我们俗称牙签仔 现在牙签仔还没有生大牙签仔 生完大牙签仔 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哎呀 这苦工过来 踩爱钱 结果半路被人家给截杀了 稍微有点尴尬 一个狼旗 狼旗一回头也被带走 那深渊领主赶紧往前冲 马上到三级 差一丝到三级啊 这一波 因为压力非常大 对方冲过来杀了自己好多兵 那信号是塔造起来了 尔子分框不保 好 好 打完这个 哎呦 来拆这个商店了 好 两个狼旗 一个狼旗 看狼旗能不能带走DH 好 那嘎有保存 那嘎保存成功 那现在还要继续追吗 追到一半 练一波挤 那暗烟要不要反打 看一下暗烟还是想反打的 这不练吗 但是对方过来了呀 哎哎哎 已经开始练了 好抄屁股 现在 兽足没有 兽足没有回程 兽足没有回程 要被逼动吗 大屁股被bush了 哇 这一波非常危险呀 大屁股被bush 但是现在兽人唯一的就是兽人 部队比较多啊 暗夜部队有点少 好 一个 科多 一个狼旗被吹了起来 DH顶起了无敌 DH顶起了无敌向前冲 但是自己 部队太少了 冲了一半发现不对 还是往后撤 这一波瘦了啊 两面受敌 还把分框给裂完了 有点强啊 好 现在里面的暗夜精灵 分框终于这个生命之处造好了 开始缠绕框盖子 但是这边的话已经采了一千多块钱了呀 经济落后一千多块钱 这个细节连这里这个闪电队能勾到吗 继续练看一下小丸能不能练到古级 打了一个吼叫卷折 吼叫卷折 对于大屁股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 现在继续造这个猎头者 但是没有升三本 猎头者打这个风的好打 反正都是便宜的部队 是吧 大技就不划算 大技护甲一减 输出又进不去 是吧 打起架来又冲不到对方的阵型里面 那很容易被对方给消耗掉 所以还不如出这个猎头者远程攻击 双方练一波起吗 现在暗夜想挂机 放了一个眼睛 看到了暗夜这个动向 好 上来 两个狼旗冲 往一下 往后退 往后退 磕多被吹了起来 磕多被吹了起来有点伤 好 现在大屁股真一升到四级了 吼一下 吼一下 对方的输出减少 输出减少 大部队往后撤 那这三个被吹起来的怎么办 哇 现在这种魔法值这么高吗 这个大屁股就没有下来过 是吧 兽人最大的输出 一直在天上飞 何时才能下来呀 DH一个人输出 打兽人 打兽人的一整只部队啊 没办法 自己的最大输出 一直在天上飞 好 小歪也飞了起来 这一波里曼得打得非常的漂亮 小歪小歪 小歪有回尘 那应该点回尘了吧 还不点回尘吗 这DH非常猛啊 小歪终于点了回尘 这一波里曼得打得非常漂亮 这果然是老吹风流了 一般这些元老级别的选手 吹风流细节都打得非常好 虽然说吹风流 这个战术基本已经被破了 好 这一波打赢之后 暗夜精灵选择了练级 治疗全兆 是吧 这个学术名字 还能插三次 往后面一插 你要打不下来 好 一上来吹起来 好 好成功了就好 好成功 最少你能减少一下对方部队的输出 尤其是DH DH有点猛啊 也是头铁啊 白牛不出 是吧 萨满不出 没有进化 活该被对方各种吹啊 现在轮到 现在轮到了 兽足进攻了 但是对方这个魔法师还是这么多 一直吹起来没有输出啊 那屁股没有输出 然后靠后面的猎头者 猎头者又怕这个DH DH一上前跟得可以打一对的猎头者 好 现在兽人的三本生好了 三本生好猎头者可以生一下大猎头 大猎头的输出伤害 生命值都有所提升 好 用一个网 好 王旗通过这个网来控制一下DH的输出 但是自己这个生烟灵主一直没有输出环境啊 一直被吹起来 一直被吹起来 网费身上这套豪豪的装备 好 小地精过来抱一抱 那这一波打下去的话 咦 我们看一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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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李曼的开始放大招了啊 李曼的放大招了 是吧 这样打下去 两个人好像 没有什么时候试个头 赶紧出一下 出几个齐名啦 赶紧结束比赛 那现在 英飞知道吗 英飞并不知道 英飞依然在补自己的人口 终于舍得出这个白牛了 刚才被吹了半天 终于舍得出白牛 出白牛 稍微可以限制一下 对方的精灵之火和这个吹风 好 大屁股 看能不能练到五级啊 好 小外非常自觉啊 我回避一下 是吧 单吃吧 尽量到五级 这 五级有了白牛 那深渊灵主这个输出的环境 会稍微好一点 三发一个牛头 牛头控稍微可以控制下 对方的阵型 一个踩 然后这个大屁股一个输出 想一想都很美啊 看一下 期待双方 好 看什么时候碰面 好 现在一碰面 又把这个深渊灵主给吹了起来 但是大猎头头着 生了一个狂暴 咦 看到奇米拉了 看到奇米拉了 哇 奇米拉 这一个输出 画面效果有点下冷啊 一上来一个奇米拉 我感觉对手一看到起码 心里咯噔一下 哎呦 都两个奇米拉了 好 幸好小外有这个妖术 把一个变掉 是吧 稍微让你的输出减少一半 这白牛太少了呀 两个白牛不够啊 这深渊灵主一直被吹起来 好 把这个治疗权杖打掉 治疗权杖打掉 大屁股血在后 也抵不住别的那么多输出啊 好 英飞及时补出了飞龙 飞龙的话 一上来被风德给处理了 哇 现在战场上有四个奇米拉 四个奇米拉 英飞能挡住吗 英飞能挡住吗 哎 你敢信 是那家先选择了回城 英飞挡住了 因为DH血实在是太少了 DH差点被秒 好 打完这一波 我感觉职业选手啊 稍微的心理素质 比我们高了不少 我要是路人选手 看到四个奇米拉 是吧 我关键 手都会发抖啊 但是英飞 不欢不忙 依然正面刚 然后还把暗夜打了回去 你敢信 好 这一边 暗夜好像要把第二片分宽给开出来了 看一下主框 现在还有两百多块钱 奇米拉 这里有三只奇米拉 好 双方要继续在这边再打一波 哎 刚好抓到英飞在练级 那练一半没练成 赶紧出来打架 两个科多被吹了起来 好飞轮飞轮一点 狼奇一网 dh dh 先先浪dh的血量 先减一半 我小精灵这么多全部拉过来 小精灵全部拉过来 那白牛的话 蓝全爆掉吗 白牛爆掉的话 那这个风德的吹风 效果会爆炸 一个网 把这个奇米拉网掉 蓝和骑射一下 解决掉一个奇米拉 哇 奇米拉居然这么脆吗 好 这一波的话 小歪魔法之太少 选择了回尘 主要还是 小歪魔法之少 加上对方贴了裙防 有点硬 现在依然还有四个奇米拉 四个奇米拉要处理一下 这个 打这个水泥塔 伤害这么高的吗 好 出飞龙 奇米拉对不了空 就欺负你对不了空 你上来 把一个奇米拉偷掉 等等 打魔兽 就要不欢不忙 是吧 兵种相克 随时冷静 不要看到 对方一出奇米拉 就欢了脚 出几个飞龙 是吧 你对不了空 出几个飞龙 钱再多 再出几个自爆 你敢信 我奇米拉居然是三房 我的天 因为继续过来处理分框的这些中立怪 处理完之后 美军心情好 还能够再开个分框 还真是来了一个迷你基地 要开自己的第二个分框 那现在 暗夜 也是有自己的三本 爬过去 开自己的第二片分框 那双方 这又要打一波了 刚才 是吧 谁打赢了 这一波继续来 刚才是 暗夜打赢了 兽足回尘 那这一波 兽足能打赢吗 这一波 小Y赶紧贴了一个 净化药水 赶紧贴个净化药水 已经冲过来 小弟已经冲过来 这个爆炸效果还是非常 伤害非常高的 好 幸好 这个小Y没有被打断 小Y现在快到五级了 小Y升到五 那这个 奶量 是吧 又会上一个等级 看一下 双方一个人口 80打80 哇 非常刺激 这个后期 80打80 小Y又继续补给了一下 好 现在是满蓝 满蓝 现在对方 暗夜精灵继续来了 四个齐美拉 加了 加了三个精灵龙 这三个精灵龙 可以很好的 限制这个白牛 哇 双方在这个地方 已经打第三次 还是第四次团战了 你上来 把这个口袋 工厂放下 卡个位置 还能出小地精 小地精 来炸一炸你的冰 也算是一个小的AOE效果 DH冲了上来 先把这个大屁股 吹了起来 白牛 一个 一个 去散 好 把一个齐美拉 往下来 但是能继续输出 动了跟上吗 小精灵过来自爆 小精灵 爆了两个还是三个 效果非常非常的不错 牛头球掌 一个踩 稍微限制了一下 这个地精修补将 后面放了两个口袋 供掌 口袋供掌的小地精 一直源源不断的 往前线走 现在 龙德一直在吹 吹一下 好 现在大屁股又被吹了起来 哎 地精 地精修补将的血 打得很少了 开始往后撤一下 有点站不住啊 哎 好 DH DH 被带走了吗 DH 小心 DH 被卡到了 好 那个飞机时刻 轻轻一把的时候 哪家 一个保存 把DH保存回家 看一下 DH现在 还是四级 还没到五级啊 刚才保存到了三本的地方 只有单纯的回来 喝井水 现在白天啊 井水稍微的有点不够 看一下 低筋修补将能喝吗 低筋修补将说 你没有资格喝 哦 幸好分框还有两口井 咦 这个时候 瘦文 是吧 弄了一个 治疗全杖 那这一波 补给效果非常不错 主要是出了这个乌衣 乌衣可以插这个棒子 乌衣后权能插这个陷阱 现在 好 暗夜练一波棋 把那家练到四 四级的那家 这个 AOE效果 更加好 这应该是 是不是最后一波要打了 现在 因为好像发现对方要开分框了 也去对方 是吧 上面那个分框看一眼 有没有带回尘 牛头 有一个回尘 小外也有一个回尘 这有潜伦性啊 真是 双回尘 你说稳不稳 DH DH两个攻击之爪 一个6 一个9 那加群补 没有回尘 那没有回尘 怎么办 怎么办 自己的三本要被拆掉了呀 三本要被拆掉了 那 暗夜金银直接冲过来 拆兽人的分框 那这一波 Infit的选择 占了优势啊 拆完这个三本 然后TP回去 就自己的分框 美滋滋啊 好 这个 你上来 牛头和这个大屁股往前冲 但是直接被地方给吹了起来 金银龙卡了兽人的一个阵型 感觉越打下去 越打下去 越打下去 这个暗夜金银的轮口 已经掉到50不到了呀 50不到 但是Infit依然还有80的轮口 那双方轮口差距越来越大 好 这两个英雄往前一冲 这暗夜就有点受不了 赶紧吹 好不容易 吹杀到一个落单的大猎头 非常开心 这边已经开始步陷阱了 又吹 这个大颗都吹起来 效果真好 大颗头 大屁股 大牛头 但是这魔法值 真的还有这么多吗 大屁股继续吹起来 但是你魔法值 一没有的话 这 好 看到自己的经济 和兵种相差越来越多 李曼德达出了记忌 我们恭喜Infit 不欢不忙 遇到对方的齐美拉 也是冷静处理 成功击败了对方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